风暴 机械化作业 南海一号面临损坏危机 如何打捞 何时打捞 为何打捞计划变成天方夜谈 南海一号将给中国水下考古人员 带来怎样的挑战 潜水时间超过3167小时 南海一号能否顺利出水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本节目由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 独家特别呈现 南海一号的出现 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 填补了一项巨大的空白 然而它的出现 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 是把船中的文物取出 然后放弃南海一号 让它永远沉睡在海底 还是把这个庞然大物 完整地打捞出来 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触摸 海上丝终之路 这艘旅旅给我们带来惊喜 又旅旅给我们出难题的 南海一号 它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南海一号沉没的地点 是南海一处渔场所在 这些年来随着海上作业增多 以及捕鱼工具 不断地机械化 南海一号早已无法安然地沉睡 遗迹在不断地被侵蚀 而船体时刻都有被损坏的威胁 现实没有给任何人 留下犹豫的时间 打捞刻不容缓 可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 才能安全地保护好 这条价值无法估量的沉船呢 国际上的打捞经验是 对于古代木制沉船 一般会采用原地发掘的方式 首先打捞沉船船后 对于船体的发掘 大多会在水下将沉船解体 标号 出水后再加以拼装 这种方法相对成熟 但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沉船保留下来的 原生态信息 南海一号船上的藏品 以及船体本身 上面有太多历史信息 海上贸易盛行的年代 出海远航的船 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 这种高度浓缩过的历史标本 不仅能帮助后人 动态当时的贸易方式 更能给人们一次 接触当时生活方式的机会 船总要有船员 船员在海上几个月 所以他们生活的物品 甚至食品等等 也是遗留在 复原当时生活的方面面的场景 所以这个也对于了解 当时船员的生活 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先例 南海一号最大的价值 正在于海底特殊的环境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许多丰富的历史细节 而一旦对它实施这种 破坏细节的打捞方式 那么结果无异于买毒还猪 为了保护好南海一号 对于它的发掘方式 必须更加谨慎 考古专家们不断地 讨论着各种方案 每次制定新的方案 都要开七八次会议 此时有人提议 不如原地发掘南海一号 既不破坏船体 还可以近距离观察 保护沉船 这个非常完美的方案 打动了所有人的心 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 这个完美方案 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南海一号沉没海域 台风频发 海底能见度几乎为零 加上洋流的扰动 很难及时地定位 准确沉船的位置 原地发掘的方法 根本不可能执行 难道就没有一种 能够保护南海一号的 打捞方法吗 这个时候 有一个声音 打破了沉没 有人提出了一个设想 这个设想 乍一听 还行 但是仔细一想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个天方夜谭的设想 就是把南海一号 整体地打捞出来 要想整体地打捞 就要面对诸多难题 首先南海一号 在海底沉睡了八百多年 船体已经无法受力 稍不留神 船只就会解体 第二 研究表明 包裹在船体周围的淤泥 是船只保存至今的关键 南海一号出水后 要想继续受到保护 必须连同淤泥一起打捞 船体和淤泥加在一起 重量高达四千多吨 以当年的打捞技术 几乎不可能完成 难道这又是一个 纸上谈兵的方案吗 对于这个整体打捞方案的顾虑 大部分是考虑到 船舱中文物的安全 以及当时的打捞水平 能否实现这个方案 这个就好像团队说 我们不有一种意见反对吗 怕里边瓷器坏 可是因为就跟你搬家似的 这些柜子里都是锅耳瓢杓 整体就给它搬走了 虽然捆得再好呢 你也就怕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时任广州打捞局副总工程师的吴建成 得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设想 他一度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因为这个想法在他看来 太过于理想主义 吴建成没有在意 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可这一天 一个人的到来 改变了吴建成的想法 2003年初的一天 曾经参与过打捞南海一号的 水下考古队员崔永 找到了吴建成 简单几句寒暄之后 崔永直截了当地 把一摞厚厚厚的数据资料 递给了吴建成 这些所有的数据内容 属于南海一号 吴建成一下子就猜想到了 崔永这一行的目的 可是崔永并没有提起 南海一号的打捞方案 他只是安静地诉说 自己和南海一号的故事 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吴建成 在他这个旁观者看来 南海一号似乎一直在等待着 重新出水的那一天 如果南海一号 八百年的等待 能等来再次相遇 如果几代人都能为了同一个目标 而潜伏后继 那么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挑战一次 天方夜谭呢 吴建成的心被崔永点燃了 被南海一号点燃了 他来不及等故事讲完 立刻翻看南海一号的数据 以及国内外相关船只的打捞记录 吴建成一笔一笔地在纸上勾画着轮廓 突然间他想到 这可整体打捞的方案 很像一种在施工现场中常见的技术 围燕 所谓围燕 就是为了修建位于水中的桥墩 工程人员会在施工的位置 用钢板包围 形成一个密布透水的局部空间 抽出围燕中的水 桥墩就可以修建胶筑 有一块砂 你想整整机给它切出来 对不对 你怎么切啊 它会坍坍坍嘛 就等于往里插四块板一样 那么利用同等原理 能不能将围燕深入海底 将沉船和包裹沉船的淤泥海水 一起围在其中 然后打捞上来呢 于是这个方案经过改造后 被称之为沉井 沉井这个打捞计划的雏形有了 可是以现有工程技术经验 无论选择何种方式 整体打捞一条八百多年前的 木制古尘船 都没有先例可循 人们面临的困难 更多来自于想象 但是这种整体的 把这船打捞起来 这个船体是不是能够承受 是不是能够完整地 被齐取起来 这个难度就很大了 另外起去了之后 采取什么方法 能把它妥善地保存起来 尤其是怎么样 整体打捞起来 不让它散架 这个是耗费了很多的心力 这次打捞是工程技术上的 极大挑战 而对于提出这一要求的 文物工作者来说 更是一项不容有失的使命 2003年底 这个大胆的沉香打捞计划 在专家的论证会上 基本得到了认可 多个部门协同合作 经过上百次的模拟实验 南海一号出水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2006年6月17日 从第一次专家论证会开始算起 近三年后 广东省提出的整体打捞 和保护南海一号的方案 最终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一次在世界水下考古史上 史无前例的考古行动 即将开始 整体打捞方案 在中国以及世界的水下遗产 抢救方面 都是没有过的事情 但这件事情 无论有多困难 中国考古人 都从没有退缩过一步 因为他们对于水下文化遗产 尊重和保护的决心 从未有过动摇 为了得到更具体的数据 广州打捞局决定 对南海一号 进行最后一次的海底勘察 主要是对这条沉船的 长 宽 行身等主要尺寸 进行精确测量 同时勘测海底土质的性能 从这一步开始 对于南海一号的 整体打捞工程 真正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到后来它那整体打捞的 就在现场嘛 我就没离开那现场嘛 所有的现场资料 所有的那个船的大小 我们都搞明白了嘛 藏位分布 都是根据这个 它来计算出能有多少重啊 它大小长度 然后多少深 这次勘察带来了南海一号最新的概冒 它与2001年时测量的数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原先估计南海一号是24米长的沉船 可根据最新的数据 南海一号的长是30.4米 最宽处是9.8米 由此 装载它的沉井最终规格是长35.7米 宽14.4米 高12米 这样就能确保把南海一号完整地容纳其中 为了方便沉井顺利地插入海底淤泥中 上沉井的底部预留了36对方孔 36根底梁将从中横穿而过 横梁穿过后形成一个箱底 此后下沉井将留在海底 上沉井带着南海一号浮出水面 2007年4月8日 南海一号整体大捞工程正式启动 广州打捞局打捞工程船组 抵达沉船现场 工作人员在南海一号沉船上方 及其周边清理凝结物25吨 并在沉船打捞范围周边 捞起散落完整物物390件 至此 整体打捞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这就是为南海一号量身打造的沉井 距离2003年吴建成提出最初的方案至今 历经不断的设计和改进 此时 这可重达530吨的钢铁构建终于出发 眼前巨大的沉井 即将成为中国海洋打捞史 和水下考古史上一个醒目的标志 历经三天航程 2007年5月8日 沉井到达打捞海域 5月17日上午10点 沉井被拖到南海一号的正上方 一个半小时的调整后 11时45分 沉井缓缓下水 准确地照住沉船 南海一号打捞工程 关键的一步 这一次 他们打算用三个月的时间 动用上百人的专业队伍 整体打捞南海一号 这一次的打捞计划 能够顺利完成吗 沉井下入海底 在照住南海一号后 按照流程 需要在沉井上压在水泥块 增加重量 使沉井下沉 切入海底泥层 最终将南海一号 整体包裹在沉井内 此时 海底沉井的四个角 会有四个尖式用的姿态仪 确保水泥块压在下的沉井 不会错位 破坏南海一号 就在这一切 看起来很顺利的时候 一厢不到的情况 发生了 这天晚上 大家怀着即将胜利的喜悦心情 早早地入睡了 海浪拍打着船只摇摇晃晃 远方 乌云在聚集 突然 狂风打坐 大雨轻吻 警报铃响了 所有人迅速从床上跳下来 奔向指挥室 快 检查数据 一定要保护好 南海一号 原来监控南海一号的 姿态仪数据显示 海底沉井 发生倾斜 甚至有的队员神色崩溃 喃喃自语地说 完蛋了完蛋了 因为在海底的沉井上 有着500吨的重物压在上面 如果此时的重物偏离中心 导致倾斜 这个沉井的角度就会改变 那么位于沉井下面的南海一号 就会面临灭顶之载 为了阻止灾难的发生 潜水员立刻下水检查沉井 船上的人员在甲板上来回夺步 此时在他们脑海中 已经飞速思考着处理办法 这时潜水员浮出了水面 手臂大力摇摆 甲板上队员立刻议会 南海一号平安无事 只是虚惊一场 危机解除 大家再次恢复正常工作 等待着沉井下沉到预定的位置 这样南海一号就会被装在 上沉井之中 连同包裹它的淤泥一起 浮出水面 然而现实却和想象 有着不小的距离 在整个打捞过程中 海底穿钢梁是最关键的环节 可是几天过去了 第一根钢梁却还无法穿过预定的位置 此时吴建成的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难道计划错了吗 究竟错在哪里 在打捞行动开始前 工程人员已经在陆地上做过多次实验 从效果上说 工艺和方法完全没有问题 此时打捞船上弥漫着绝望的气氛 所有人三年多的努力 日夜颠倒的生活 换来的居然是一根钢梁的扭曲变形 潜水员们在36米深的黑暗海底持续工作 没有一个人能想到这是为什么 看起来如此成熟的方案 明明近在眼前 却如何都碰触不到让大家魂牵梦绕的南海一号 打捞队员们开始思考 既然工艺和方法完全没有问题 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海底淤泥阻力的问题 冰来降党 水来吐烟 既然问题出在阻力上 那就把钢梁的头部改尖 这样就可以减少淤泥的阻力 这也许是最后的办法 吴建成决定放手一搏 南海一号未来的命运 再次一搏 一点一点 钢梁缓缓移动 从白天到黑夜 一般般潜水员交替作业 当午夜即将来到的时候 船上的对讲机传来水下潜水员的声音 现在还剩下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这边剩下十公分 甲板上的人员屏住呼吸 终于听到了 等待了十三天的一句话 底梁已经完全到位 从海底传达的模糊回应 却点燃了船上的激情 他们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 自己日夜陪伴的南海一号 终于要冲出水面 大家极度兴奋 立刻联系工作人员 准备好打捞南海一号的工具 华天龙号 打捞南海一号的最重要的工具出现了 那就是当年亚洲最大的海上起吊船 华天龙号 高兴之余 我们不禁要问 打捞南海一号 还将遇到 怎样的难题 为了确保打捞行动的万无一失 同时留下解决突发情况的余地 2007年12月21日8点 在没有通知外界的情况下 华天龙开始准备起伏工作 收紧16根钢篮吊绳 拉着装载着南海一号的上沉井 缓缓上升 不一会儿 重达3400吨的沉井 慢慢地浮出水面 约3米 11点08分 数据显示 沉井还有不到1米 就可以整体出水 11点28分 起伏基本顺利 可以看到沉乡表面上 有很多海水和泥沙 11点32分 南海一号成功完整出水 沉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 终于等到了和海底说再见的时刻 从开始起吊到成功出水 前后将近90分钟 而打捞成功的90分钟 背后却是无数的中国水下考古人 20多年的付出 在30米深 能见度几乎为0的海底 用自己的双手摸索 用自己的双手摸索着 完成打捞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他们留下了这样一组数据 整个工程中潜水员水下作业 3012人次 潜水时间超过3167小时 平均每位潜水员水下工作65小时 其中穿钢梁的潜水作业时间 就达到2016个小时 创造打捞史上 单项工程潜水次数最多 潜水时间最长的新记录 南海一号呢 应该说是中国水下考古的一个 最重大的一个发现 整体把它打捞起来 这在世界水下考古史上 是很少见的 综合国际墙以后 你必然的带动这些 相当一些产业发达以后 你对我们文化实业 就是有很大的合作 这是应该说这一下 这个是我们水下考古整个地位 国际上的地位 应该是大大提高了 所以这是一个标杆吧 就甩考古发达 一个很成熟的阶段 这南海一号这个操作 跟沖水 把这整个的船捞出来 这世界上没有的 自己来做采取了新的方式 就是大胆创造 所以咱这水下考古事业 建立起来以后 真有很大的发展 既经沉浮二十余年 沉睡八百多年的南海一号 终于重出水面 南海一号带着中国考古人 历代的付出 不懈坚持 将在新世纪 重新扬帆出海 打捞出水后的南海一号 通过在岸边地面铺设气囊 经过专门的渠道 将被拖拉到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活物馆中 继续浸泡在海水中 进行保养 期间考古人员进入场景内 进行文物挖掘和清理 将在这里继续开展 对于南海一号的文物研究工作 南海一号终于回家了 但是海上丝绸之路 还在继续 它曾经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如今正在焕发着新的生机 在八百多年前的一天 一条中国海船 满载外销瓷器 扬帆出航 船员们激动地坐在峡板上畅谈 国外到底是怎样的景象 它只是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上 一艘普通的货船 然而出发后不久 它就不幸沉默 它带着自己的藏品和秘密 等待着中国水下考古界的成熟发展 等待着有朝一日重回大家的事业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